中秋节即将到来 想要让中秋节有不一样的过节感受 立川渔场推出网路商城好礼 黄金鲜卤味包 能够享受过节乐趣 也能够吃得安心 中秋节即将到来 许多民众也都已准备过节 立川渔场推出电商平台 收到民众的好评 严选黄金卤味包 是送礼也是家庭聚会最佳的伴手礼 发现立川的园区 真的是很配合政府的政策 然后整个餐厅 也都有做梅花做分流 然后让我在这里 游玩都还蛮安心的 那因为中秋假期将近 然后外面的猪肉 也是价钱非常的软 想说就顺便买个 很有风味的朝鲜的乳包 那回去的时候也可以简易的做 然后帮家人就是中秋假期加个菜 我是来花莲念书的学生 然后听朋友讲这间餐厅很好吃 所以就来尝试一下 然后就买了其中的中秋礼盒 然后卤肉包还有拉包 然后本来还想去水产部门买烤肉煮的 但是现在中秋节不能烤肉 所以就只能来餐厅买它 当地有名的烤鱼回家尝试 防疫期间许多民众也都顾虑到 群聚用餐的问题 为了让消费者也可以享用到美好的料理 严选的黄金蟹 以乳味包制作也方便民众料理食用 我们是以养殖水产 像黄金蟹 台湾雕 贵妃鱼等等 而且我们的鱼没有土味 所以在中秋节的时候 都有很多熟客回来找我们买鱼 但是今年我们推出新的产品 就是我们把蟹挑出来做成蟹的乳包 而且很好吃哦 所以一开卖的时候就非常的热销 收藏地区最优质的农特产品黄金蟹 滴川鱼场在防疫期间强力推荐 让中秋节有不一样的过节享受 记者林杰 寿风香采访报导 准备